这对箱子是什么 冰主子 这是公主先行派人送来的见面礼 还有一封给您的书信 宝纳公主 还真是个有心人呢 闻衍 看看心里写的什么 是 宝纳公主写了这么多章词 看来她对渤王殿下的情谊 是数年如一日啊 你今天话挺多的 郡主 别理她 丁主子 信已看完 你只需要回答本王的问题 没有问的 不许提 是 那四幅卷轴是什么 这是宝纳公主 想让主子看看阔别三年之后 她现在的样子 吩咐画师按照春夏秋冬四季画的 宝纳公主长得挺挺玉丽的 只是这画上的汉字 也是公主所写 正如郡主所言 这些汉字 都是公主亲手写下的 公主这三年来 为了主子努力学习汉话和汉字 公主信上还吩咐说 希望主子将这四幅画 分别挂于客厅 书房 请居和练功房 以便于剑化如剑人 这宝纳公主对主子 还真是痴情啊 那丝香是什么 这是主子当年去汽坛 最爱吃的肉干 公主都记得 分别是鹿肉干 牛肉干 鱼肉干 羊肉干和野猪肉干 特命人送来 这是什么呀 怎么还吃过的 这是主子当年吃了一半的肉干 公主没舍得扔 三年来一直保存着 还有主子当年住过的屋子 公主也不让人碰 一直保留着主子离开时的模样 这小公主爱人的方式 可真够疯狂的 这个宝纳公主 做出的事情如此疯狂 要是知道郡主和主子之间的婚约 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 看来二殿下的建议是对的 为了能顺利戒兵 宝纳公主来的那三日 最好对公主 隐瞒殿下的婚约 本王不同意 此次公主来访 本王要让她彻底死心 万万不可 殿下 正如你所见 宝纳公主对你的爱恋 这些年非但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更说明宝纳公主 是一个性情偏激 固执己见的女子 端不能刺激她 主子 属下也同意郡主的看法 赐婚一时 陛下还会召告天下 隐瞒并非难事 更何况只需要隐瞒三天 让公主来得开心走得愉快 不失为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难道要本王任她予取予求 你们知道当年 她为了不让本王离开那里 对我做了什么吗 她竟然在本王的茶水里放些药 害得本王一度在床上躺着 下不来 最后只能跟着二哥落荒而逃 既然如此 若不隐瞒必定天下大乱 这宝纳公主果然如二殿下所言 骄纵任性 殿下 为了大局 崭新恳请殿下处处配合 借兵才有希望 处处配合 难道本王的婚约见不得人吗 文言 公主信上还说了些什么 禀郡主 公主还有几项要求 第一 公主的房间必须要面朝东方 第二 公主房间的所有颜色都要换成大红色 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 她是把自己当成新娘子了吗 第三 公主最喜欢的是鲜花 所以她的房间要摆满牡丹花 她要像牡丹一样 何人不爱牡丹 何人不爱她 现在都什么月份了 哪有什么牡丹啊 第四 公主指定用的胭脂水粉 是花月胭脂 没有这种胭脂 她就一整天都不出门 第五 停 文言 你将信上所写 抄一份到羽毛府 让二殿下派人 按照公主的要求布置行宫 海迪莫霄 在 你们将礼物收起来 分头去行事 是 郡主 郡主 你去哪儿啊 我去说服国王 说服 你还没放弃当说客 我是来跟殿下谈判的 谈判 殿下若是答应隐瞒婚约 并且挂上宝纳公主的画轴 我就喝汤药 你是在威胁本王 反正 反正 我 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我也不会离开的 你从小就这个性子 非听你的不可 你怎么知道啊 我马摘星 从小就有这个坏习惯 改不了了 我知道 你很委屈 我也知道 只有点抢人所难 不过 局里宝纳公主来还有五天 如果在这五天之内 我们可以想到更好的办法 我们就不用隐瞒婚约了 你说这样好不好 好 我答应你了 喝药吧 等一下 先做一件事 先把画轴挂上 你不是说还有五天 非要现在过来 那 就不喝糖药喽 这 这是本王变神多年 搜尽失传真迹 你怎么找到了 花了我整整一个下午 都快把皇城的街道 给塌烂了 先是小之以礼 想说服本王 现在又是动之以情 笼络人心 陛下应该派你这节兵吧 多谢夸奖 不过 不过 可惜 全天下可以收复 宝纳公主心的 唯有殿下 无人可以取代啊 我喝药 好 本王在答应你前 你还要再答应本王做一件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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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